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面有一个两个引脚 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电解电容 但实际上电容的种类很多 我们这里拿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电容呢 一般来说 它的最大的功能就是 一个是存电 再一个就是通交组织 那这是它的两个功能 就是通交流组织流 那不管大家怎么用 电容来讲 它只有两个参数是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是电容值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大的 下面举个例子啊 这个就是电容值 它的电容值是两万 它的电容值是两万两千微法 那这是它的电容量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耐压值 这个里面是63伏 这是这里最重要的两个参数 那63伏 表示它最大可容 就是最大可支持的这个电压是63伏 如果一旦高于这个电压 电容就会出问题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发热甚至爆炸 那电容它的 它其实是很危险的东西啊 因为它是可以存电的 那电能在它里面储存的 那如果一旦我们没有释放好 就很容易出现爆这个爆炸或什么的危险 所以我们后面会录一集啊 在这个实践出针之里 会录一集 专门关于电容爆炸的 让它各种爆炸啊 那我们这里面只介绍电容的一个基本性质 那电容一般有两个眼角 都有正级和负级 我们怎么区分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电容所有电容上都有这么一条线 这个呢 就表示这是负级 上面有一个这样的 其实是一个负号 那表示我们对应的这个位置的啊 跟它相近的这个就是负级 那对侧的就是正级 那电容很多种啊 我们拿到这个是属于 这种呢 名字叫电解电容 它黑色的 外面好像是个塑料壳 其实是个塑料的一个封套 里面是金属壳 因为这个只有金属才能保证 它的这个 这个内部有一定的这个坚实度 这个眼角呢 也可以区分它的正负级 这个长的是正级 短的是负级 你看也可以通过这个来区分 那这种电解电容最常见 那还有呢 就是磁片电容 这个是陶磁片 你看这一个 这个是104的啊 这个很常见 还有一个就是30批的 这是我们学带片机的最常用的这两种了 那它就是个小磁片啊 里面就是引出两个眼角 这个就不分正负级了 因为它的这个电容量很小啊 一般都是用在这种起震电容或绿波上 所以它没有正负级之分 这叫磁片电容 那跟磁片电容同样具有这个 小容量的啊 你看 还有这个就是 这毒石电容 其实它跟磁片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这个材质 电容材质不一样 好 这是两个 然后还有就是迪伦电容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啊 迪伦电容它的体积一般都比较大 然后它是一个像塑料块一样 是用迪伦做的 那我具体是怎样的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里面呢是 可以容纳 你看这个是一米的啊 只有一米 非常小 只有一米 但是它的这个耐压值比较高 达到630伏 哇 这么高的耐压值 然后电容量这么小啊 这个容电量非常小 那跟这个啊 把这两个加起来 那容电量跟它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电压比较大 容电的这个电压高 所以它是有各有千秋 所以说这个电容的世界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们的选型什么的 都是挺有趣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迪伦的 我们不说了 然后再来看这种 这个这种叫固态电容啊 那实际上你看固态电容呢 也是有两种封装 你看这种是一个贴片的 也有两个脚直接可以贴在电路板上 这个是穿过电路板的 这个是两个脚 它也是你看它长脚为正 短脚为负 同时它这个蓝色这个边 它多出一个蓝边 表示的是负极 像这个是负极 即使它焊在电路板上 你也能区分正负极 这个呢上面这个标注呢 就是1500 就是这个是直接标 标的1500呢 它值就是1500命 然后下面这个6.3伏啊 耐压值 这是固态电容 名字叫固态电容 你看它这个固态电容 它这个长的样子 就是就是金属外壳啊 看着很高端的这个样子 就价格也很贵 然后这种也是电解的啊 这个就它体积大 就表示它的耐压值高 或者是它的电容量大 这是25伏啊 680mm会高一些 好我们再来看 还有没有啊 这这个 这也是低伦的 小的啊 这个也是 还有呢 就是你看这个大的了啊 这个是最大的电解了 电解的 663伏 22000mm 大家想啊 这是多大呀 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值 如果用它来存电的话 应该是很爽的了吧 但其实并不然 因为有比它更牛的 但是呢 它是很低调奢华 有内涵的 不咸身肉水 也就是这个 这个小东西 看上去是不是差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看它那个值 是多大 上面写的什么 注意看这 注意看这 看不清是吗 这个写的是一法 不是违法哦 是法 那法和违法什么概念呢 就是 这个 是它俩差小时点 差六位 也就是你把这个 往前推 那我们现在去看这个22000微法 那是多少法呢 我们推 往前推 你看推到这 再 再往前推 三个零 那就是 0.022 法 那这个是0.022法 这个是一法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看这么个小东西 就能存这么大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很牛了 这个就叫法拉电容 它是一个 那法拉电容 说白了 它这个工艺也不是说什么特殊工艺 而这个法拉就是电容的一个电容值 只是说它叫法拉电容 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值 这个 它的这个 级别啊 非常高 它是法拉级的 它是法级的 这个是微法级的 这是法级的 所以法拉电容 那这法拉电容呢 它就可以代替电池了 因为它一法 这个的电容量非常大 那 这个 如果用它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直接 用在你的什么电动车上了 这都没问题 像有一些这个 高级的这个汽车 或者是 高级的这种电动 电瓶的驱动的东西 那用法拉电容来做的话 那这完全是 非常牛的一个设备 因为它 除了就是可以 达到这个 我们传统的这个电池的效果之外 它可以 保证充电速度快 而且它放电功率还大 然后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重复是使用的时间长 因为它不是电池那种化学成分 而它完全是一种 电容的一种 呃 充矿电的一种原理 所以它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还能保持原来的那个状态 它充电速度非常快 这就是法拉电容 但是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成本太高 法拉电容成本太高 像这一个小片要十块钱 那你要想 你要组成一个很 很多的啊 那这么几百法的这么一个充电电池的话 那需要很贵的这个价格 而且 而且也不能 也不能也不能用这种啊 你可能用别的更高级的了 好 那这法拉电容 这是他们的巨无霸啊 一法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人能跟它打过的 但是并不是说它就是最牛的 因为电容的这个特性 使得它除了有这个存电 存存存存电能的功能之外 它还有一个就是 通胶组织 就有一种这个滤波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常用的这种磁片电容 也是很重要的 像独时的磁片的也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 我们介绍完了这些直插的呢 再看看贴片 刚才我们说贴片了 这个大的啊 你看这个就是220mm 就是35V的这个是很常用的这种固态电容贴片的 哎这样 然后呢 还有就是小电容 像这种啊 这个体积非常小了 这个是啊 这是意味法啊 意味法的这个电容 很小是吧 它也没有部分正腹肌 直接焊就行 它是贴片的 属于0805封装的贴片电容 体积非常小 那还有呢 就是这种坦电容啊 也有叫胆电容的 你正常有叫法 就是坦电容 我也曾经叫错过啊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 只要知道它这个样子 这个电容 你看它这边 有这个一个 也是这样 它这个正好相反啊 注意 它这个 有一个 横线的这位置是 标的是正极 也就是这头是正极 而这边是负极 它和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 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是 蓝色这边是负极啊 你看 它这是 这边标正极 所以大家 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这个呢 它也有很大的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是107C 那C呢 表示好像就是 C是一个 它的耐压值等级 好像是16幅吧 我也不太记得了啊 然后这个呢 107呢 就表示的是 100m 也就是100位法的 这么一个电容 它的这个容量 是100位法 跟这个好像 跟刚才这个 好像差不多 100位法 那这么小 你看 它把它做成贴片的 两个硬角 小体积 这个叫分正负极的啊 那能做这么小 也是很高的一个工艺水平了 好了 那么电容的这个种类 大家就介绍到这儿 你看 有这个高容量的法拉电容 然后有这个固态电容 还有就是电解电容 然后就是贴片的坦电容 然后还有这种小的这种小的贴片电容 这个好像是什么材质 是瓷片的 还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然后呢 就是它有这个耐压值很高的迪伦电容 然后还有毒石和瓷片的这种直插的 它用来 不管是滤波啊 还是说这个通胶组织啊 顾虑信号 都有它的独特的功能 那我们介绍了电容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容 它是怎么来存电的呢 它怎么就把电存到里面了呢 它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于是为了证明这个问题 我就把这个其中一个电解电容拆了啊 再拆了之后 让大家看一下 打开这个铝制的金属壳 其实这个壳和那个什么 白色壳的这个铝制壳差不多啊 很轻啊 那你看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是这么一个结构 它有两个眼角 然后领角上面呢 是一个皮质的一个小线圈 然后上面是 你看它是一扎一扎缠的 这么一个有点油乎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能不能打开 我们看看啊 你看它是湿的啊 我们把这个打开 好像是一层油纸的那种感觉啊 你看打开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个金属的 这个布导电的这种像油一样的纸啊 它卷着一层金属 是两层金属 你看它一层这个 你看这是金属的啊 这是像铁片一样的 很硬的 然后它由这个纸隔开 你看它这个隔开 这里面有两个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金属 然后这一个金属 把它隔开 哦 像一个腰带一样 你看这样缠着的 啊 然后 还是一层 所以整个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两个 你看这是两条 呃 这个金属片 你看这是一条金属片 呦 后果坠掉了 这这边还有一条 然后他俩把它的缠在一起 中间用这种纸来隔开 哎 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就是两个金属之间 有一定距离的金属片 之间就会有一种电容效应 它就可以存电 这是一种物理学的这个基础 所以它只是把这个两个金属片 不是平行的 而是卷在一起 中间用纸 这种像油一样的 这种 我也不是 好像是布 是什么 把它隔开 隔开之后呢 就形成了电容 这两个 两个这个金属 金属这个薄片之间 就相互之间形成电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部分了 就是这个 贴片的一个小电容 怎么能做到100mm 这么高的一个电容量 而且是做的这么薄 这么小呢 它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来拆开看看 这也是我第一次拆 我这用暴力的方法 就是把它切片 剪成两部分 看到底是什么样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但是我好像 我并没有看清里面 到底是什么 它这里看上面有个 这有个金属丝 然后呢 它插到另外一面的 然后中间是一些黑色的 像那个塑料 木一样 像很硬的一个东西 这个还真是不明白 它具体 我们再剪一下 看看 还是这样的 依然没看出什么 特点出来 好像就是一个 黑色的塑料 然后中间有一根金属丝 这个我好像太精密了 我不太了解它内部的结构 但是好像也挺好玩的 拆开看一下 这知道是什么样子 那还有就是这个 法拉电容 它怎么能够存电呢 这法拉是怎样存的呢 这个好贵呀 我把它拆了 是不是太浪费了 但是为了科学 为了实验 我还是应该拆一下看看 好 那我就拆一下看看 它为什么能存这么大的这个电量呢 它里面是用了什么 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好 我们把这个盒拆掉了 它里面是有两个片组成的 好像是个电池的感觉 你看这个部分好像是一个电池的感觉 是电池吗 我们再把这两个片给它分开 好了 打开了 打开之后 它是好像是有两个 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组成的 好 那这好办了 我们只要拆其中一个就好了 另外它只是两个叠的一起 像串联的这个电池一样 那内部是电池吗 是化学的吗 应该不会 因为这种东西 电容这种东西 它如果是用化学的东西来存电的话 那就不能成为电容了 它就是普通的东西了 好了 我们终于把它拆开了 好 我们现在就看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了 好 它确实好像不是 不是化学 它是 你看它这边 我们看下这个 好 我们看到拆开之后 它是 有两个 这个黑色的 这个黑色好像和这个 好像很相似 它也是黑色的 和这个贴片的 这个坦电容好像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不是也属于坦电容的一种 那它是可能是特殊的材料 用特殊材料做的那种黑黑的 然后中间 它用了一个小纸片 把它隔开了 就是中间是隔开 然后把这么放上去的 就是电极的两端呢 都是被纸片隔开 然后它两边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 这个材质里面到底是什么 它 我们去把这个 看看 看它剩不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黑黑的 这种 那这种材料是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它就是贴在这个 金属电极上 然后中间用纸隔开 然后再另外一端 再这样 接上 这原来这么简单 那这么看来的话 这个电解电容 一个很逊色了 但是法拉电容呢 它的这种 结构非常简单的 可能内部 它的那个黑色的 那个材质 可能是特殊设计的 所以说才会价格很高 一直价格都降不下来 大家也可以 关注一下法拉电容 买一下法拉电容 它可以真正代替电池来使用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 呃 实时适中 那你觉得这个存电呢 你想让它 比如说保留 那你可以用法拉电容 比如说单片机 在一些特殊场合 比如说需要在掉电之前 如果电突然断了啊 需要掉电之前 把一些数据储存起来 你也可以使用法拉电容 这个时候 一旦检测 电源断掉之后 马上单片机来储存数据 这个时候 法拉电容可以提供单片机 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 所需要的电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因为法拉电容比电池要好得多 因为它本身存电和放电 没有这个时间限制 不是说冲一千次就不能用了这样 所以它可以无限的冲 然后无限的放 是非常好的一个代替电池的元气件 希望它以后能有更长足的发展 好了 那关于电容这块呢 我就说到这些了 那可能还有一些没拆的啊 大家可能觉得不过瘾 先把这个拆了 那以后你有兴趣呢 我这个大家私下里去买一些电容 自己拆着玩吧 啊 那 请大家关注我们后边在实践出征之里 会有一个电容爆炸的一个测试 敬请期待 好 节目最后说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杜洋工作室 然后同时呢 也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微信 也就是 我的微信号是 D-O-Y-O-U-N-G S-T-U-D-I-O 也就是杜洋studio 这个 就我们工作室名的一个英文单词 大家把那个拼一下 加我的这个微信好友 我的朋友圈 有很多精彩的秘密 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这集落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